红烧的做法我觉得香料都可以不用 红烧肉切块要大 不要去汆水 用油来煸炒一下 炸在面上稍微有点微微焦黄 就可以把这肉取出来备用 先用一个锅把这黄酒煮开了 和你炸过的这个五花肉放在一起 两块老姜盐酱油 调出咸丹盖盖上盖 慢火炖 一个小时的时候加入冰糖 不断的粉 收到最后你看到它起糖死 这个是正宗的本邦的红烧肉 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炮 我们又见面了 黄岳老师的这道红烧肉 其实我们在看现款的生活中 有很多嘉宾都产试过 都觉得很香 它没有放一点馅料 持韵简单的调味品 黄酒酱油 盐 还有冰糖 今天我们也买一点五花肉 来尝试一下黄岳老师的本班红烧肉 大物的味道怎么样 准备了一块由于一点肥的五花肉 我们把它先切成小块 切成一口可以吃下去的小块 最大的可以切大一点 油热后放入五花肉 油热后放入五花肉 锅中加入黄酒 黄酒烧开之后放入五花肉 下油 盐 放几块姜 开焦火 冬一个小时 1 hour later 红烧肉 我们先馋一块 第一口粉丝先吃 我们这五花肉 其实挑的时候有点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基本上全是肥的 瘦的时候热一点 就这么肥的肉呢 经过这个本班红烧肉的做法之后 直接一点不腻 肥的地方是入口即化肥也不腻 瘦的地方它有一点不柴 因为和肥的混到一起特别香 这个红烧肉特别下饭 和肥的品牧 谢谢黄老爷老师的这道本班红烧肉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就用肉煎一下 然后用黄酒酱油盐还有冰糖 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你可以尝试一下味道相当好 好 这样我们视频告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